张医生,我现在老是一喝水就想上厕所,这可咋办呀,我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今天在门诊,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挂了我的号,刚坐下来还没等我开口,就说到了上面提到的这句话,排尿,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有的人可能一天五六次就够了, 有的人则八九次甚至十次都有可能,有的人一喝水没多久就要去上厕所解决一下,而有的人喝完水的过一段时间才会有上厕所的冲动,那么一喝水就有尿的人和喝水没尿的人,哪个更健康呢? 这其实解释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今天堂堂就以此为主题为大家做一篇知识科普讲解 一,排尿,是由谁来指挥的呢?在正常情况下,排尿过程依赖于人脑和脊髓的神经反射机制,当膀胱冲盈到一定程度时,膀胱必受到牵拉,达到一定预值张力后,传入的神经开始兴奋并释放地质,冲动盐盆神经上行达到底水中枢以及大脑皮质排尿中枢,随后, 中枢系统产生排尿欲望后,发出信号下行至抵腹胶感神经区,在抵腹胶感神经节支配下发生排尿反射 因此,我们的排尿活动是在大脑指挥下的高级神经反射,为了加深大家对此的印象和理解 我准备了两个例子,相信很多人都见过癫痫发作的患者,在农村又叫杨巅峰,这类人在发作时往往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四肢积张力增高,这是很多老百姓脑海中的印象,其实,很多癫痫患者在发作时会伴有大小便失禁, 这是因为大脑的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因此,在疾病发作时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工作,导致紊乱 说白了,就是司令部出问题了,进而出现尿失禁,不受自主控制 相信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网络上,很多人都听说或见过劫瘫的患者 这类人无法自主排尿,通常需要终生依赖导尿管来维持生活 这也是因为脊髓出现问题所引起的 简而言之就是及时感到尿意,但信号无法传达到大脑 因此无法完成这一神经反射活动 二,一喝水就有尿的人和喝水没尿的人 哪个更健康呢? 其实,固执于通过一喝水就有尿和没尿来验证健康与否是不科学,不客观的 对此,我的建议是,先不要过于纠结于喝水的问题 在你感到尿意时,及时去解决 然后进行一个膀胱残余尿测定 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残余尿量在5至10毫升是正常的 如果超过20毫升,则说明残余尿增多,也表明你的排尿并不干净 需要进一步查找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伴随频繁的尿意,或者在喝完水后迅速想上厕所结小便 正常人每天的小便量大约在1500至1800毫升左右 如果你摄入的水分较多,那尿量自然也会相应增加 这都是正常情况 如果你不喝水,但总是感觉有尿意要上厕所 说明你可能患有尿频现象,及排尿次数明显增加 排尿频率为数分钟一次到每小时一次不等 每次排尿量较少 但不败有尿痛、发热、反可多饮等症状 对于男性朋友,如果年龄在中年以上 需要考虑是否患有前列腺增生 而对于年轻人,则要考虑是否患有前列腺炎 对于女性朋友而言,尿频问题可能与绑光炎等尿路感染有关 在病理性疾病方面,如糖尿病 抗利尿激素分泌减少,也会引发多尿的情况 这些需要进一步由内分泌科进行检查和诊治 因此,总体而言,无论是一喝水就有尿还是没尿 如果总的尿量在正常范围内 不能说明谁更健康 或许只是因为有些人更为敏感 然而,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患者 如果出现夜间排尿次数增加 就需要考虑是否是糖尿病肾病早期 高血压肾病早期引起的肾小管病变 这时应及时就医,以明确诊断 三、正常来说 一喝水就上厕所的人 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膀胱容量小 膀胱容量小的人在喝水后 尿液生成较快 迅速装满膀胱 自然产生尿液 想要去上厕所 而膀胱容量大的人则不太容易立即产生尿液 因此上厕所的次数相对较少 喝水太快 多喝水有益健康 但喝水方式要科学合理 否则可能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喝水太快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进入体内后很快被代谢 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因此在喝水后就会产生上厕所的冲动 三、前列腺 尿道出现问题 当这两个地方出现功能降低 会影响尿液的正常排出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尿频 尿急的现象 可以在出现尿频的时候 有没有尿急现象 四、而喝水后 很少上厕所 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 喝水后 很少上厕所的人 排除以上原因 且在出汗较少 身体也不缺水的情况下 仍然是尿少或无尿 就可以考虑一下 是肾脏出现某些疾病 可以早点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 以防出现肾功能不全或尿毒症问题 五、肾脏好与坏 该怎么自我判断 一、水肿 突然一段时间内 发现自己的眼周开始浮肿 最初可能会当作是睡前喝太多水 或者说代谢出现一些问题 没当回事 可是 后来发现 不仅眼周浮肿 腿脚 以及手都有水肿现象 这就不能忽视了 极有可能是肾脏在向你报警 肾脏功能已出现损伤 须尽快做检查 二、尿液发生变化 每次小便过后 发现尿液中的泡沫都很多 且不易散去 同时 液尿也很频繁 奇怪的是 白天的尿量却很少 感觉到奇怪 就不该轻视了 应该早点做检查才对 能早点判断出病情 尽早地进行治疗 三、胸闷 呼吸急促 老是会感觉到 胸部闷闷的 气息也很急促 出现这样的变化 大多数人都会怀疑 是心脏或者肺部出现问题 很难想到与肾脏有关系 如果在呼吸科和心内科检查过后 都没发现问题 就要考虑到肾病科看看了 或许是肾脏发生感染 从而影响到了肺部功能 才会出现胸闷和呼吸急促的现象 肾脏健康还是要好好守护的 它是先天之本 对人体产生的作用较多 若是出现问题 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也很多 不想导致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 就要在日常中多养护 而不是长期伤害肾脏 等到肾病上身 后悔也是来不及的 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 一定要关注起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还请给我们点 应该免费的订阅核赞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